公車司機一路往常行進樹林地下道 這一次卻經歷人生生死一瞬間 居然有跟橘子水管硬生生穿過厚厚的 當風玻璃刺進駕駛座 司機趕緊低頭 但即便反應很快 但還是躲不過天外飛來的水管 幫我報警一下好不好 鬼門關前走一遭司機嚇得胡言亂語 要乘客趕緊幫忙報案 招穿刺的公車駕駛座前方擋風玻璃 裂了好大一個洞 車內到處玻璃碎片 胸氣也還留在車上 司機頭部到手臂則是傷痕累累 事發就在13號中午11點多 新北市樹林 原來當時一輛貨車行進地下道 但駕駛卻沒有綑綁水管 導致鬆脫後 行進的公車慘到穿刺 所幸司機只有輕傷 因為他差一點連命都沒了 警方有事貨車駕駛 車上物品鬆脫釀貨 依法可罰罪重1萬8法環 並吊扣駕駕駛一年 這回萬如Dreaming終結戰的情節 發生在真實世界 司機恐怕短時間 行中陰影回遲不去 記者綜頭報導